翻山夜铃帮我们谈谈事后 谢谢 等会一下 好了 那就 我们再播出 讲话 我现在跟我说什么话 我妈说她不会讲话 我妈说她想要下台了 掌声 来 接下来我要特别感谢的是 我的婆婆 跟胡芳雅 跟胡芳雅女士 请上台 我婆婆 她非常支持 为什么要放这个音乐 她非常支持我要服务原住民的心 所以从一开始到现在 掌声 加油 我想我应该不是一个好媳妇 因为家里的事情 还有小孩都是托婆婆在照顾 然后她让我能够 我后顾之忧 能够放心去打拼我的事业 包括我出国念书 还有现在从政 我婆婆 从来都没有一句怨言 她只告诉我说 要加油 她帮我把小孩子 教养得非常好 妈 谢谢 掌声 谢谢 加油 加油 有妈妈做花症吗 我想我上辈子 应该是有烧好香 所以 能够再来这么好的 家庭 她要不要说话 她要不要说话 谢谢大家 这么支持秀坚 她如果有减重 就尽量为大家服务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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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婆婆 最后一位我要特别感谢的 是我 从一开始打拼一路走来 一路陪我走到现在 从一开始我一个人孤孤单单 但是后来有她 无怨无悔的付出 不说第二句话 她答应要帮我 就坚持到底 这是最辛苦的 总干事 罗金生大哥 好 放下 放下 我会想要特别感谢罗大哥 因为当我从一个默默无名 还不被大家所知道的时候 他就發現我一定有這個潛力 他是第一個相信我的人 我知道擔任總幹事 他承受很大的壓力 所以我覺得總幹事不是人幹的好 請大家掌聲 掌聲鼓勵 我希望大家給我鼓勵的同時 也不要忘記給我的幹部 多一點的溫暖